2月24日,俄乌局势风云突变 普京下令采取特别军事行动 对乌克兰的战争全面爆发 身处大国博弈之间 乌克兰面临怎样的生存处境 究竟是何原因促使普京触动战争开关 凤凰聚焦 欧洲之门 乌克兰 明天是否还会降临 这里是华人凤凰聚焦 我是陈林 国与国之间的纵横百合 动辄关系数百万 数千万人的命运 不可不慎 如同下棋 一子措满盘皆落索 连续数日 俄乌危机引爆全球 俄乌局势几度升级 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到了 剑拔奴张兵戎相见的境地 这场历史多年的国际争端 是怎样一步步演变为现代战争 本该血浓于水的两国 又为何在互不信任 互相伤害的道路上 渐行渐远 请跟随我们的镜头 深入乌克兰境内 探寻这场战争背后的深层原因 2月24日 俄罗斯军队从多处突袭乌克兰 俄乌之间酝酿已久的危机 终于激烈爆发 仅仅在一个星期前 乌克兰以及西方各国首脑政要 还齐聚德国慕尼黑 试图挽救危局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会上呼吁各方施以援手 对乌克兰来说 近百年来 已经经历了太多的战争与苦难 想上有没有灵犯 成为一个立场在乌克兰 其实是很难做的 发生了成为30个人 进了次世代票 这是一天 2019年5月20日 前喜剧演员泽连斯基 竞选乌克兰总统 大获全胜 在就职演说中 泽连斯基表示 上任后的首要任务 就是给顿巴斯地区带来和平 结束与俄罗斯的冲突 但他同时也谋求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对乌克兰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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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国 他不会有一个非常成熟的方案 但努力的方案其实是比较明显 他试图要去往西方靠 从西方那里获得更多的帮助 这种帮助当然包括外交上的 2019年6月 泽连斯基前往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 并发表演讲 I'm eager to give new impetus to our engagement with the alliance the ongoing armed Russian aggression remains a major challenge for Euro atlantic security 很重要, Это售一奉них北欣inha народ 我们想erald得到一开始P-D-C 现在让 henry накłam som一边的弹allah 还 значит 他在售一地方正常规短线 布鲁塞尔执行后 泽连斯基与普京总统通话 并用脸书给普京发了信息 我想向总统的总统的总统 传统普京总统 要说话吗 要说话 我们来谈论 谁要说话 还有谁在专业 到了2019年7月下旬 双方同意停火并交换战俘 看起来泽连斯基正在打开局面 但泽连斯基没有就俄罗斯 对顿巴斯的控制程度进行谈判 2019年9月 泽连斯基首次访问美国 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 对于俄罗斯来讲当时还在观望 泽连斯基 那么泽连斯基上来以后会执行一个什么政策 2014年乌克兰东部问题出现端倪 顿连斯克和卢干斯克位于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 大多数人口以俄语为母语 而非乌克兰语 历史上看 这两地与哈尔科夫一起组成特殊的经济金三角 是占乌克兰工业产值三分之一的重镇 2014年4月 这一地区爆发了政府军和亲俄民兵组织之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民间武装随后宣布成立 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 2014年和2015年 俄罗斯 乌克兰 法国和德国 签署了一系列名为民茨克协议的停火协议 不过许多人认为这些协议内容含糊其词 对于新民茨克停火协议 乌克兰就泽连斯基政府还有一个立场上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尽管泽连斯基本人没有说 但是他的政府中间 包括乌克兰政坛经常会传出这种声音 就是2015年的新民茨克停火协议是德法 沟连俄罗斯一起压制乌克兰签署的一个不平等的协议 2019年12月9日 四方会谈在法国巴黎举行 普京表示 应当按照新民茨克停火协议的顺序推动执行 即首先是地方选举 其次是乌克兰控制边境 而泽连斯基的要求则恰恰相反 他希望在选举前派出军队以保证边境安全 这次会谈因双方各执一词 未取得任何成果 就在执行起来 尽管看起来 在表面上看起来 它是环环相扣的 但是在双方对立和矛盾非常深的情况下 对于泽连斯基来讲 就认为你这种环环相扣必须要突破 而且首先应该是 当然更多的要往乌克兰有利的这个方面去争取 这是为什么普京直到今天还在那里说 乌克兰根本就不想执行明斯克停火协议 明天永远不会想执行明斯克停火协议 他们自己把明斯克停火协议撕毁了 会谈仅仅过去一个月 俄乌双方就再次陷入敌对状态 乌克兰国内拉开了去俄罗斯化的序幕 规定从2020年1月起 服务业全面改用乌克兰语 禁止使用俄语 在服务业领域用俄语与客户沟通者 将被处以罚款 这个也就是说更多的要与历史上的俄罗斯 俄乌关系要做一个切割 这一点肯定是让俄罗斯感到一个不满 认为泽林斯基身边已经 就是被乌克兰的一群 极端的民族主义就包围了 你的整个政策在极端化的方向走 直至一年之后的2021年2月 乌克兰官方还在出台去俄化相关法律 包括禁止在国家电视台播放 俄罗斯电影和电视节目 俄乌边境上空 战云已开始堆积 泽林斯基现在最渴望的 恐怕是拥有正常的一天 这位由喜剧演员转航而来的总统 肯定没有想到 近年来 自己一直谋求解决的乌冬问题 以及克里米亚的归属问题 最终会成为引爆俄乌战争的火药桶 克里米亚半岛位于乌克兰南部 濒临黑海和亚素海 是前苏联走向欧洲和世界的海上通道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历史上克里米亚曾是俄罗斯的领土 1783年并入俄罗斯版图 1954年以前一直受俄罗斯管辖 1954年2月 当时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决议 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管辖 1991年苏联解体后 克里米亚以自治共和国的身份加入乌克兰 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 2014年3月 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并入俄罗斯联邦 自2014年3月18日后 俄罗斯事实上接管了该领土 建立了克里米亚联邦管区 下设两个联邦主体 即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 波尔森科更多的是强调乌冬的问题 俄乌之间要解决一个现实问题 但是资雷斯基上台以后 认为俄乌之间的矛盾 是两块 克里米亚和乌冬 他是把克里米亚和乌冬捆在一起说的 这个让俄罗斯感觉到非常的恼火 2021年3月 乌克兰国防部长安德烈塔兰 抵达日本东京 开始正式访问 有分析认为 乌方此行是为邀请日方 加入由乌克兰主导的克里米亚平台 该平台致力于将克里米亚问题 提升至国际最高水平 责连斯基在外交上争取克里米亚的做法 令观望中的普京渐渐失去耐心 责连斯基在克里米亚这个问题上越作业的 而且一直保留了 不仅仅是保留了乌克兰的这个申诉权 他还想办法把这个问题越来越国际化 这是整个这个过程中间 乌克兰的第一个政策 就是责连斯基的第一个政策 让俄罗斯感到非常的恼火 克里米亚平台争取到了30个国家签署倡议 该倡议旨在要求俄罗斯归还其占领的伴劳 为了进一步伸援乌克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飞往基辅 布林肯呼吁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 努忙而激进的行动 美国承诺提供1.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并表示正在研究可以提供的额外援助 我们继续继续建议 our安全卫生 和你合作为确保 确保护自己的一起 抗争 通过 可能在西欧洲有些国家 想要去做不同的国家 但你们是小小小小子 走过美国 2021年4月 俄罗斯继续已久地不满 终于爆发 乌克兰国防部称 有情报显示 俄罗斯正将11万军人 集中部署在乌俄边境地区 这是俄乌两国多年摩擦后 俄罗斯规模最大的一次调兵 西方国家普遍视其为 乌克兰军队和亲俄势力之间的较量 并宣称 亲俄势力使用俄式武器 控制了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 泽连斯基则转向西方寻求支持 德国 法国从中斡旋 东欧国家纷纷保持警惕 一些人主张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 另一些人则认为 普京没兴趣进行和谈 欧盟为此先入两难 不仅仅主张 在英国方面都未有关 不仅仅主张 在乌克兰的东部城市 哈尔科夫 距离俄罗斯边境仅40公里 是乌克兰东部的教育 与重工业中心城市 城市人口在乌克兰居第二位 此次俄乌战争爆发的前一年 这里的民众就对紧张的局势深感忧虑 因为人们也不知道怎么进行 怎么进行的 同时哈尔科夫也体现着乌克兰社会的内部分裂 哈尔科夫的主要民族成分为乌克兰族48.5% 俄罗斯族29.7% 犹太族15.6% 虽然官方语言为乌克兰语 但在这一地区全民使用俄语 因而民众或许不全支持普京 但也并不都反对俄罗斯 另一边俄罗斯表示 在边境地区采取军事行动 是对北约挑衅的回应 同时也是警告 普京直接对话 就此次冲突进行磋商 但是俄罗斯拒绝了乌克兰的请求 第八年 互动局势让当地民众感到迷茫与纠结 在这些选择 他也不必留在丼巴斯 他 也不必使用这些殖仇 召喚人 召喚人 这些人 者 想住在一家 他们有这些杖材 在美国 也不关闭得住在美国 他们也不关闭得住在美国 他们也不关闭得住在美国 他们也有这些杖材 2021年4月 泽连斯基利邀普京到战火纷飞的顿巴斯会谈 普京方面则回应 谈什么 欢迎你来莫斯科 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这些旅程 这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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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咦咦 为什么这些历史 这些历史 第一个全是 vis 去表明新的领事 这个北京 中国的政策 和现实践的奥迹目标准备 而看到他的反饭 拜登 亭耶约的外績 总之三个人 专门说 跟人对外交资ические疾问题 所以 我等到这些讯息 所以政府没有工作 2021年6月 泽连斯基终于等到了 美国总统拜登的邀请函 邀他在2021年夏末到访白宫 泽连斯基在2021年7月 访问柏林时明确表示 他希望美国参与 未来与俄罗斯的谈判 他不相信仅靠德国和法国 就能解决冲突问题 美国一直是在后面 没有走上前台 但是俄罗斯很清楚 经过这些年的这些变化以后 俄罗斯清楚就是 北约东扩这个问题 说话能够做数的 是美国 挺务反俄的这个问题 说话能够算数的 是美国 2021年4月13日 普京应邀与拜登通电话 双方讨论了美俄关系等话题 白宫随后宣布 二人将在未来几个月 与第三国举行首脑峰会 讨论双边关系 彼时 美俄关系正处于冷战后的最低谷 拜登政府对俄罗斯 实施大规模制裁 及驱逐外交人员等强硬举措 俄罗斯则坚决展开对等反击 两个月之后的瑞士日内瓦 美俄首脑峰会如期举行 双方向对方及外界亮明立场 再次试探可妥协空间 半年后 俄罗斯分别向美国和北约 提交了安全保障协议草案 飯器如果他所没有 Geoff 美国 英台元 举行政策 做人没有 肯定的 sure 话 异话 作词 畊论 宣 越 Transatlantic community and particularly to diminish Europe 2021年12月30日下午 拜登坐在白满家人照片的办公桌前 拿起电话 在电话线另一端 与之交谈的正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即将迈入2022年之际 这两个大国之间 仍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老问题要解决 从上任起就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泽连斯基 在同一时间也表达着对2022年的展望 他手持酒杯问候人民 并说希望乌克兰的邻居们 可以带着好吃的好喝的来拜访我们 仅仅间隔不到两月 当地时间2月24日清晨 从乌克兰传来的龙龙炮声震惊了全世界 当天早上还不到6点 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电视直播讲话 他表示已经对乌克兰发起了特别军事行动 普京呼吁乌克兰士兵立即放下武器 他还向支持乌克兰的其他国家发出了警告 俄罗斯的反应将是立竿见影的 并将造成你们在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后果 战争已骤然降临 凶凶战火已在俄乌之间燃起 究竟是哪些因素助长了这一把火势 近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标题是 美国和北约并不无辜 文章引用了美国驻前苏联大使乔治凯南的采访 他说美国和北约一直把俄罗斯描绘成 似乎随时都会攻击西欧的状态 因此极力推动北约东扩 而这导致了一场新冷战的开端 这也一定会激怒俄罗斯做出强烈的反应 他说这是个可悲的错误 最近一周所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 在这个多世之春 愿不分国界不分民族的人们都能平安 今天的凤凰聚焦就到这里 我是陈琳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